好来看到吉安湘公所以及花莲文化局共同来合作 特别在吉安湘阿美族文物馆推出了 余景吉安烟业场与在地族人的故事特展 即日起展出到明年的4月16号 透过纪录片以及口述历史 重温更多当年在地烟业场的记忆 由花莲县吉安湘公所与花莲文化局合作 在吉安湘阿美族文物馆推出的 吉安烟业场与在地族人故事特展日前开展 展场布置展出复讯后的烟业 还有当时职员在职期间的影像记录 并邀请当年4位烟业场职员 透过纪录片与口述历史 重温更多当年在地烟业场记忆 这个展览一直延伸到110年4月 我们欢迎所有的社区乡亲教育的伙伴 带着我们的孩子亲子来共学 我们会散尽导览解说跟历史这样子介绍的职责 因为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记录文史 在黄色烟业的黄种烟业的部分 在吉安过去吉野的历史里面 缔造了地方为我们养家活狗的记录 从重烟业到烟业曝塞到卷轴到我们的这个沉烟 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的家人得以成长 得以延伸我们社会脉络的动能 希望透过这个策展的田野调查过程 当把大家所不熟悉的 没有想过的或遗忘的在地的吉安阿美族 跟烟业厂之间过去的生命历程把它记录下来 那未来在吉安烟厂在改建再运用的过程当中 那透过这些田野调查的记录 那能够作为原来文化 未来文化馆或者是相关策展重要的基础 乡长游淑珍指出 在地族人多数成为烟业厂故宫 考试成为支援者仅有四位 可见烟业厂在当时掌握当地可观的经济命脉 如今烟业厂没落 产房关闭不再实用 但族人的记忆仍留存 该展除了向屏东县六对客家文化园区 借展复勋烟业 还呈现四位族人在职期间的工作证 申签文件和珍贵影像 即日起展出至明年4月16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接着想帮燕姐人相报道